凌亚 竹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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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云所在位置呢是在夏威夷大岛的台洛海湾 而现在呢可以看到现场呢非常多呢来自不同国家的选手呢 是一同來共襄勝舉夏威夷五十週年的 皇后杯支架大洋洲比賽 而今天台灣也非常榮幸的是首度的組隊 來參加這場國際賽事 讓世界看見台灣 一年一度的皇后杯支架大洋洲比賽 八月三十一日到九月四日 在夏威夷盛大展開 這場以夏威夷最後一位君主女王 Queen Liliuokalani命名的賽事 最初是為了紀念皇家傳統獨木舟競速活動 現已成為全球規模最大的獨木舟長途競賽 通常在每年九月舉辦 是當地最具歷史和文化意義的賽事之一 今年皇后杯迎來五十週年 來自十一個國家的參賽隊伍 將近兩百艘獨木舟聚集在夏威夷大島 場面相當壯觀 有臺灣支架大洋洲協會獵人學校和軍醫 國際教育實驗學校組成的南島台東隊 參加二十八公里女子九人組 男子六人及九人組競賽 另外還有八公里十二人雙體船 男子組及混合組 賽事寒瓜不同船類和年齡組別 考驗參賽選手的體力及控船技術 我們也是第一次組隊參加這麼長距離的 這個OC6的這個競賽 所以大家就是把平常訓練的這個成果呢 展現在這次比賽裡面 就是希望可以收取更多的經驗 我們看到每個人的那個那個動作 我真的蠻感動 代表我們訓練喔 好紮實 非常紮實 有人講評不對不管怎樣 可是我們給鼓勵之後 他整個速度都起來了 所以我們感覺我們一條船一條心 臺灣原住民其實有很多上岸的起源傳說 所以我們也開始想像說 我們可不可以透過這次的航行 讓我們重新真的能夠去揣摩 或是去預會 我們在知道的那個傳說故事裡面的那個 那個那個登錄跟那個航行 是有那個這樣的連結 沈壽邀來臺的沙威夷古堡級大師 Kimokeo Kapahulehua 表示 臺灣原屬南島民族的一份子 希望透過賽事再度連結彼此 我們從臺灣的起源 所以最重要的是 這是第一次 為了臺灣Ohana 在五十五年代的皇后 五十五年代的皇后 我們現在聽到 我們在我們在我們語言 在我們服務、在我們服務、在我們文化 在我們文化、在我們文化、在我們文化 這最重要的 黃禍碑 不單單是一場運動賽事 更是跨文化交流的場域 繼續未來持續與實際行動 樹立臺灣南島的國際形象和定位 原視新聞拉腦 胡六斯 夏威夷採訪報導 cuenta喔 後面前端爭奪 是